請尼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委員市區議人已足法定人數 現在開會因程序委員會 未審定本次會議議事日程 一律由議事處編制草案提報院會 現有黨團對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提出提議 現在進行處理截止收案 先進行報告事項部分 民進黨黨團提議報告事項照草案通過 請問院會有意 好 無意民進黨黨團提議照案通過 本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照草案通過 繼續處理討論事項部分 請議事人員宣讀民進黨黨團提議內容 本月民進黨黨團針對第九屆第七會及第一次臨時會 第三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 欠請列案順序如下表示案 是否有黨進行公決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民進黨黨團之提議有意 好 無意 第一 本提議照案通過 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確定 報應會 現在進行報告事項 請您秘書長宣讀第七會起第一次臨時會 第二次會議議事入 立法院第九屆第七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二次會議議事入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6月20日上午95分至98分 6月21日上午92分至16分 6月27日上午91分至10時49分下午3031分至11時45分 第一點本院議場 出席委員 科委員 建民等109人 請教委員 林委員 維州等3人 切席委員 高津素媒委員 主席院長蘇嘉全 副院長蔡奇昌 報告事項 第一案先讀本院第九屆第七會期第一次臨時會議議事入 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第一案至第四案均決議修正通過 第五案決議第39條以下條文下次會議繼續進行二讀 同意權之行使 決議楊慧卿 蔡忠貞 謝明陽 李太郎等四位均獲得超過前院立法委員二分之一支同意票 依法同意為司法院大法官 其他四項 民進黨黨團提議延長開會時間已通過 先讀完畢 發言會 針對第七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第二次會議議事入 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 做以下之宣告 第七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第二次會議議事入確定 發言會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本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第二次會議決議第39條以下條文下次會議繼續進行二讀 願意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現在進行第39條 請宣讀條文 委員周春明等 提案第39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法官有第30條 第二項各款所列的情形之一 得為下列決議 一由懲戒之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省令 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二 無懲戒之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並得議決處分之種類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由懲戒之必要者 應將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無懲戒之必要者 得事情節輕重予以書面告誡 並得對外公開之 第一項評鑑決議做成前 應與受評鑑法官陳述一件之機會 委員右美女等 提案第39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法官有第30條 第二項各款所列情勢之一 得為下列決議 一由懲戒之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省令 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任無懲戒之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必得議決處分之種類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由懲戒之必要者 應將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無懲戒之必要者 得事情節輕重予以書面告誡 並得對外公開之 定向評鑑決議做成前 應與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之機會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39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法官有第30條 第二項各款所列情勢之一 得為下列決議 一由懲戒之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省令 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二 無懲戒之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並得建議處分之種類 前向第一款之進行 司法院應將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 定向評鑑決議做成前 應與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之機會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39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 法官有30條第二項各款所列情勢之一 得為下列決議 一由懲戒之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省令 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二 無懲戒之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 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並得建議處分之種類 前向第一款進行司法院應將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 定向評鑑決議做成前 應與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之機會 時代列案黨團修正動議第39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法官有第30條 第二項各款所列情勢之一 得為項列決議 一由懲戒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省令 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二 無懲戒必要者 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並得預決處分之種類 但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不同意 評鑑委員會所決議之處分時 得提請評鑑委員會賦議 呼應時 如今評鑑委員會決議維持原處分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應急接受 前向評鑑決議做成前 應與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之機會 時代列案黨團再修正動議第39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任法官有第30條 第二項各款所列情勢之一 得為項列決議 已有懲戒之必要者 抱請司法院引送職務法庭宣議 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而無懲戒之必要者 抱請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並得議決處分之種類 但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不同意評鑑委員會所決議之處分時 得提請評鑑委員會服役 服役時 如今評鑑委員會決議維持原處分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應急接受 前向評鑑決議做成前 應予受評鑑法官陳述一件事機會 宣讀完畢 現在依登記順序發言 並截止登記 首先請吳委員致揚 吳委員致揚 好 不在場 下一位我們請周委員村民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大家早 我們目前討論的現行法三十...我們現在審查的這個法案三十九條 主要是來針對這個法官懲戒的程序來做相關的規範 在這邊有兩款的規定 如果認為這個法官的職務有需要送懲戒的必要的話 在現行法的規定 我們要送監察院提起彈劾 再來移送職務法庭來審判 那因為時間過於冗長 而且往往送到監察院的這個調查的時間 過於的這個把整個程序拉長 也造成一些相關的一些打擊司法公信的一些問題存在 所以這一次民進黨團我們採納了 由委員跟本席提出來的所謂的雙軌制 也就是說如果評鑑委員會認為這個法官 他有需要送這個懲戒的必要 那我們就直接來移送職務法庭來做裁決 如果沒有懲戒的必要 我們就移送人審會來做處理 那在本案協商的時候 出現的爭點是在民進黨團跟時代力量的黨團出現在說 如果沒有懲戒的必要 那送這個人審會 但是人審會並沒有就評鑑委員會建議的處分的種類 來認定的話 來維持的話 是不是應該還是就照人審會來做決定 還是我們要再退回來評鑑委員會這邊 來做一個複議的決定 那這個部分時代力量黨團的意見是說 他們提出的這個修正的動議是參照司改國師會議的結論 那我想這個尊重 但是是有討論的空間 在這個條文的設計裡面 各位委員這兩天聽到了 有所謂的人事審議委員會 有所謂的法官臨選委員會 有所謂的評鑑委員會 大家的功能都不一樣 這個法條的設計 我們是先從這個評鑑委員會 他來做評鑑 他來做調查 他來做移送 如果沒有懲戒的必要 我們就由負責人事審議委員會來做決定 那如果今天說人事審議委員會不採納評鑑委員會的決定 然後再由來評鑑委員會來做決定 然後維持他的富裕的話 這時候如果不採人審會的決定 我們是採評鑑委員會的決定 這樣的制度設計 會讓我們來質疑說 那是不是就直接由評鑑委員會來做決定即可 不需要再來送人事審議委員會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推論的話 我想整個制度的設計 相關委員會功能的設計 它的制度是會被受質疑的 所以呢 我們還是民進黨團提出來的版本 還是放在說 人事審議委員會就這樣的一個職務的監督 有他決定的一個必要性 那敬請各位同仁能夠支持 謝謝 謝謝周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國昌 院長 本院委員 在這一次人民所關注的法官法修正當中重中之重 有關於法官評鑑制度的改革 到昨天為止 我必須要說 通過的結果讓人非常的失望 我們一方面把全面平和給廢掉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就個案評鑑 我們希望強化的功能 對於能夠把門再繼續打開 也只限於所謂的當事人 跟刑事案件的犯罪被害人 我就問一個最具體的問題 到不管是法官還是檢察官 他們自己進行司法官說的時候 侵害的是社會法義 侵害的是國家法義 請問當事人是誰 請問被害人是誰 在目前法律體系下面 未來私情大家會很荒謬的發現 沒有 沒有所謂的當事人跟犯罪被害人 那或許有人會說 沒有關係啊 怎麼還有法官的團體啊 還有檢察官的團體 還有律師公會啊 可以去申請評鑑 我們就以最近具體的例子來講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陳諾華 如此踐踏司法信譽 請問哪一個單位發起了評鑑 我跟全體國人報告 零 零 太別讓人遺憾的事情是 兩年多前 我們的蔡總統 所親自領導的司改國事會議 這麼多的學者專家 這麼多的NGO的朋友 這麼多法界跟非法界的先進 大家花了好幾個月 國家投入了這麼大的資源 做成了重要決議 結果在我們這次法官法的修正當中 被氣如必喜 不僅僅是參考用的 根本就是大拜拜 除了昨天才剛剛被否決的 評鑑委員應該可以主動 來提起評鑑這件事情被封殺了 我們現在又到另外一個關鍵的條文 39條裡面的規定 實在是讓黨團也支持雙軌制 但是沒有問題 我們不要再送監察院了 直接評鑑認為有懸見的必要送職務法庭 但是另外一個 在職務上面用的更多的重中之重是什麼 如果要送人審會的話 當人審會最後 既然滅視了評鑑委員會的決定 這個時候 評鑑委員會不應該 更具有外部性的評鑑委員會 不應該參與嗎 這個結論包括了 前法務部部長邱泰山 在那個分組裡面 17位委員 幾乎是全部的委員都贊成 這樣的結論一樣 謝謝黃委員 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均以發言完畢 發言會現在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要求記名表決 在表決之前 我們先按您7分鐘 請分發表決卡 在這個地區 請就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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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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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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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 本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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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派獨立 前向執權之刑史 非經受評鑑法官同意或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決議 不得公開 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決議書 應與法官評鑑委員會網站公開 但其他法律令有規定者重啟規定 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程 評鑑實施辦法 及評鑑委員倫理違反由司法委員定之 宣度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花園 發言會針對增訂第四十一條之二條文 民進黨黨團與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再修正動議相同 所以一併處理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但是要請問你 不時代力量黨團體 不時代力量黨團團 然後再度大動作 再度大動作 綜合 不時代力量黨團團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74人 赞成65人 反对9人 去全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增定第41条之二 照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43条 请宣读条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提案第43条 实证法官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非有效率各款刑事之一 不得停止请职务 依依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8条 第一项第一款 之第7款及第9款 不得任用为公务人员刑事者 任由第6条第5款之刑事者 三依刑事诉讼程序 被通缉或经压者 四依刑事确定判决受徒刑或拘役之宣告 为依规定义科法径或受罚件之宣告 依规定义服劳役在职行中者 五所涉及刑事承戒情节重大者 六有客观事实阻认其心情状况不能执行之 五经司法院认定者 司法院依前项第6款规定为认定事 因为其相关专科议事鉴定 经依法庭职职实任法官 于停止事由消灭后三个月内得申请复职 并因公务人员保证法 及公务员传记法复职之规定办理 时任法官应第一项第一款式 第五款事由停止及职务者 其停止职务期间及复职后之几封 传用公务人员奉及法之规定 应定一项第六款事由停止及职务者 只给第71条第一项锁定本缝 及家计各三分之一 但期限最长不得于三年 司法院大法官有第一项各款情绪追议者 经司法院大法官先有总额三分之一 以上职出席及出席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由司法院陈警总统停止其职务 因第一项第六款情绪停止期职务者 于停止职务期间 只给第72条锁定 约封及家计各三分之一 委员江乃兴等二十人提案第43条 执任访官主法律别有规定外 非有下列各款情绪追议 不得停止及职务 一 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8条 第一项第一款是第8款及第10款 不得任用为公务人员情绪者 二 有第6条第5款之情绪者 三 一 刑事诉讼程序被通缉或击押者 四 一 刑事确定判决受徒刑或确议之宣告 无一规定医科法经或受法经之宣告 一规定医劳服役在执行中者 五 所涉行事成绩的情节重大者 六 有客观事实 主任请深信状况不能执行职务 司法院因为请相关专件事鉴定 并进任定者 请依法停止职位时任法官 于停止税由消灭后三个月内的申请复制 并依公务人员保障法 及公务员承建法复制制规定办理 实任法官 一 刑事项第一款制第五款税由停准其职务者 其停准职务期间及复制 后制几奉 全用公务人员奉及法制规定 一 刑事项第六款税由停止其职务者 据给第71条第一项锁定本奉 其家几个三分之一 但期限最长不得于三年 司法院大法官有第一项各款情势之一者 经司法院大法官 现有总额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 其出席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由司法院承信总统停止其职务 因第一项第六款情势停止其职务者 于停止职务期间 据给第72条锁定月奉及家几个三分之一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43条 随正法官属法律 没有规定为非有下列各款情势 执意者不得停止其职务 一 依公务人员任用法制规定 不得任用为公务人员 二 有第六条第五款之情势 三 依刑事诉讼程序被通勤或激扬 四 依刑事确定判决受徒刑或决议制宣告 为依规定义科法经或受法经制宣告 一 规定义服劳役在执行中 五所涉行是承接情节重大 六 有客观事实阻断其不能执行职务 经司法院邀请相关专科医师及学者专家组成小组 认定之 经一把停职证实任法官 与停职室有消灭后三个月内得申请复职 并依公务人员保证法及公务员承接法 复职制规定办理 随正法官因第一项人第一款至第五款 是由停止其职务者其停止职务期间 及复职后知及凤准用公务人员奉及法制规定 因第一项第六款是由停职其职务者 之给第七十一条第一项锁定本奉及将几个三分之一 但期限最长不得于三年 司法院大法官有第一项各款情势之一者 经司法院大法官现有总额三分之一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人数过班数之同意 由司法院承认总统停止其职务 因第一项第六款情势停止其职务者 于停止职务期间 只给第七十二条锁定月份及将几个三分之一 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分别提案在修正东一第四十三条 时任法官处法律别有规定者为 非有效列各款情势之一不得停止其职务 一 公务人员任由法制规定不得认为公务人员者 二 有第六条第五款执行试者 三 一 刑事诉讼程序被通缉或击押者 四 一 刑事确定判决受徒刑或决于这宣告 唯一 规定依靠法经或受法经这宣告 一 规定义服劳役在执行中者 五 所涉刑是承戒情节重大者 六 有各关事实 主任其不能执行职务 经司法院邀请相关专科医师及学者专家组成小组认定者 经依法停职之时任法官 已于停职室友消灭后三个月内得申请复职 并依公务人员保障法及公务员承接法复职制规定办理 时任法官应第一项第一款之第五款室友 停止其职务者 其停止职务期间及复职后至几奉 转用公务人员奉起法制规定 因第一项第六款室友停止其职务者 只给第71条第一项锁定本缝 及家几个三分之一 但期限最长不得于三年 司法院大法官有第一项各款机制之一者 经司法院大法官信由总额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其出席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由司法院陈请总统停止其职务 因第一项第六款机制停止其职务者 于停止职务期间 只给第72条锁定月份及家几个三分之一 实际法官或司法院大法官有贪污行为 经由罪判决确定 或经职务法庭裁判确定 而受第50条定向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承接处犯者 应交回其停止期间所领之本封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43条 实际法官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非有下列各款机 甚至一不得停止其职务 一 依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8条 第一向第一款之第一方款 其定时固不得任用为公务人员侵释者 二 有第六条第五款之侵释者 三 一 刑事诉讼程序被通勤或羁押者 四 一 刑事确定判决 受徒刑或决议制宣告 为一 规定一个法径或是法径制宣告 一 规定义服劳逸在执行中者 五 所设刑事承戒情结重大者 六 有 客观事实族任其设计状况不能执行职务 经司法院认定者 司法院以前向第六款规定为认定时 应为其相关专科议事签订 经营法停职之时任法官 于停职室友消灭后三个月内得申请复职 并依公务人员保证化 及公务员承戒法复职之规定办理 时任法官应第一向第一款之第五款 是由停职请职务者 其停职职务期间及复职后之几封 准用公务人员奉及法案式规定 因第一项第六款式由停职其职务者 追给第七十一条第一项锁定本封 结加几个三分之一 但期限最长务等于三年 司法院大法官有第一项各款情事之一者 经司法院大法官信由总额三分之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由司法院承请总统停职其职务 因第一项第六款情事停止其职务者 于停职职务期间 追给第七十二条锁定月奉及 加几个三分之一 时任法官或司法院大法官有贪污行为 经有罪判决确定或经职务法庭裁判确定 而受第五十条第一项前三款之传接处分者 应较回其停职期间所领致奉及 宣度完毕 现在进入逐条讨论 我们请黄委员国昌 并截止登记 院长 委员委员 法官法修正第四十三条规范的 有关于停止执行职务的法定事由 其中一个在这次修正当中 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在停止执行职务的时候 依法目前可以继续领判奉 但是如果是贪污判决确定 或是惩戒处分确定 所有的钱必须要追回来 实在力量党团 为什么要求增加这个规定 它反映出来了过去这几年 为什么民间社会对于不适任的法官跟检察官 如此的痛恨 为什么对我们现在所存在的机制 如此的失望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由史上最贪女检察官之称的陈玉珍 从2000年到2006年 整整贪了6年 每个月从业者那边收取贿落25万元 在这6年的期间当中 每年的烤鸡假等 他的品德超信 全部都是A级主委楷模 平步清云 从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高检署 一路升官上去 一直到2013年 整个案件爆发了 他被羁押了 从2013年到2019年的现在 我相信非常多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到今年年初为止 从2013年到2019年 这6年多的期间 在形式上 他被停止执行职务 他还挂在我们高等法院检察署当检察官 他每个月 还从我们国家纳税人的国库里面 每个月都领半缝 知道的人 全部吓坏了 最贪的检察官 被停止职务 还领半缝 法务部这件事情 到现在还没有给全体国人一个交代 可以不给 为什么给 第二个 2013年 他的案件爆发 到2019年的今天 他的案子在我们的职务法庭 还没有审理终结 还没有审理终结 他的案子在我们的职务法庭 还没有审理终结 我们整个国家的司法体系 面对这样一个史上罪贪的检察官 人民看到的是 国家继续给他办奉 职务法庭没有办法把他的案件终结 这是什么样的监督淘汰机制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站在这边 一定要把这部法官修到回应人民期待 谢谢黄委员 报院会 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分别 首提再修正动议 第43条条文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 请问院会 针对两个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有意义 无意义 我们就通过 现在进行第47条 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通过第47条 公务员承接委员会设置 务法庭审理下列事项 以法官承接这事项 二法官不服撤销任用资格 免职停止职务 解职转任法官以外职务或调动这事项 三职务监督影响法官选判独立这事项 四其他依法律应由职务法庭管辖这事项 对职务法庭裁判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47条 公务员承接委员会设置 职务法庭审理下列事项 一法官承接这事项 二法官不服撤销任用资格 免职停止职务 解职传任法官以外职务或调动这事项 三职务监督影响法官审判独立这事项 四其他依法律应由职务法庭管辖这事项 对职务法庭裁判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47条 公务员承接委员会设置 职务法庭审理下列这事项 一法官承接这事项 二法官不服撤销任用资格 免职停止职务 解职转任法官以外职务或调动这事项 三职务监督影响法官审判独立这事项 四其他依法律应由职务法庭管辖这事项 对职务法庭裁判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宣读完毕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 请问院会本条造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有意义 第47条造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48条 请宣读条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试案提案第48条 职务法庭第一审案件之审理及裁判 以公务员成绩委员委员一人为审判长 与法官二人为培系法官组成何一庭行之 但审理法官传进案件事 应增加参数员二人为何一庭成员 前向何一庭之法官应至少一人与当事人法官为同审判系统 于审理司法院到法官传进案件事 培系法官应全部以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充制 第一项培系法官需具备 随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资历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 领定普通法院行政法院法官各三人 提请司法院院长任命任期三年得立任 其人数名的事业务需要增加之 各法院院长不得为职务法庭之培系法官 第一项淡数之参选员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 聆定学者及社会公证人士六人 提请司法院院长任命任期三年不得联任 其人数名的是业务需要增加之 有效率及行之一者不得担任参选员 以全国县级各地方律师部会支援人 理事长 副理事长 常务理事 秘书长及副秘书长 而公务人员等公立各级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 是教学研究人员不在此线 三政党党务工作人员 实在立当团提案第四十二条 警务法庭之审令及裁判 由职业法官三人及参审法官四人 组成和议庭行之 并以资深职业法官为审判长 前向职业法官需具备 十任法官十年以上之私利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雷定求人 每选及各三人提请司法院院长任命 各级法院院长部的为职务法庭之成员 职务法庭之事物分配及代理次序 由全体职务法庭法官决定之 丁向之参选法官由司法院 法官领选委员会领选长期参与司法改革 人权公益或弱势议题 之社会公正人士方人 提醒司法院院长任命 丁向之职业法官及参选法官任期 均为三年的连任一次 其人数命德是业务需要增加之 职务法庭法官领选规则及报酬之 等相关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民进党脑袋修正动议第48条 职务法庭定选案件之审理及裁判 以公务员承介委员会委员一人为审判长 与法官二人为培系法官组成何一廷行之 但审理法官成绩案件是应增加参审员 二人为何一廷成员 前项何一定之法官应至少一人 与当事人法官为同审判系统 于审理司法院大法官传进案件时 培系法官应全部以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充之 第一项培系法官 居具备时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资历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 领定普通法院行政法院法官各三人 提醒司法院长任命任期三年得离任 其人数病的事也无需要增加之 各法院院长不得为职务法理之 培系法官 第一项单数之参审员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 领定学者及社会工程人士六人 提醒司法院长任命任期三年不得连任 其人数病的事也无需要增加之 有下列进行制衣者不得担任参审员 一 全国性及各地方律师部会支线任理事长 二 公务人员 但公立各级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之教学 研究人员不在此间 三 政党党务工作人员 民进党党团塞兽政动议第48条 职务法庭第一选案件之审理及裁判 以公务员承介委员会委员一人为审判长 以法官二人为培系法官组成合一庭刑制 但选立法官传进案件时应增加参审员二人为何一庭成员 前向何一庭制法官应至少一人与当事人法官为同审判系统 于胜立司法院到法官传进案件时 培系法官应全部以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充制 第一项之培系法官需具备十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自立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会临定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法官各三人 提请司法院院长任命任期三年的连任 其人数病的是业务需要增加至 各法院院长部的为止无法停止培系法官 第一项大数之参审员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临定学者及社会工程人士六人 提请司法院院长任命任期三年部的连任 其人数病的是业务需要增加至 有项列前行政议者部的担任参审员 一全国性及各地方律师工会支援任理事长 二公务人员等公立各级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之教学 研究人员不在此线 三政等党务工作人员 时代力量党团修震动一第四十八条 职务法庭第一审案件之审理及裁判 以公务员成绩委员会委员一人为审判长 与法官二人为佩席法官组成何一婷行之 但审理法官成绩案件时应增加参审员 四人为何一婷成员 前任何一婷成法官应至少一人 与当事人法官为同审判系统 审理司法院大法官成绩案件时 佩席法官应全部以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充之 第一项佩席法官需具备 十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自立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 领定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法官各三人提请 司法院院长任命任期三年的连任 既然说明的是业务需要增加之 各法院院长不得为 职务法庭支配信法官 第一项单数之参审员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 领定学者及身为工程人士帮人 提起司法院院长任命任期三年 不得连任 既然出名的是业务需要增加之 有下列进行职业者 不得担任参审员 以全国性及各地方律师公会 直线人理事长 副理事长成务理事秘书长 及副秘书长 而公务人员 但公立各级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之教学研究人员 不在此线 三政党党务工作人员 时代类案党团再修正都为第48条 职务法庭第一桩案件 直线理及裁判 以公务员陈建委会委员一人为审判长 于审理司法院大法官存建案件时 培席法官应全部以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充斥 第一项培席法院区域 具备10任法官10年以上致自立 由司法院法官领选委员会 领定不同法院 行政法院法官各三人 提醒司法院长任命任期3年的连任 其人数病的是业务需要增加之 各法院院长不得为 职无法定职培席法官 第一项难说是参审员由司法院 法官领选委员会 领定学者及消费公职人 人士帮人提起司法院长任命 任期3年不得连任 其人数病的是业务需要增加之 有效力进行军役者不得担任参审员 一 全国县级各地方律师公会 支援任理事长 二 工人员 但公立各级学校及学术研究 机构之教学研究人员 不在此线 三政党党务工作人员 宣读外壁 现在依登记顺序发言 首先我们请吴委员致阳 并截止登记 各位同仁 这一条讲到职务法庭第一审的成员 因为先前职务法庭 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被大家质疑官官相互 所以这次职务法庭的组成 也是这次法官法修正 大家所瞩目的一个重点 那这次的所有的修正案 大部分都是有增加 所谓的 这个参审员 就是所谓外部 就不要整个组成 像原来 原条文的话 有五个人 就全部都是司法官自己 自己组成 那就容易有官官相互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参审人员 到底是两人好呢 还是四人好呢 这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的不一样 但是其实是有点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依照新的修正动议也好 我们的修正提案也好 我们是以一人为审判长 法官两人为裴席法官 换句话说 属于法官自己职业上面的 相关人员只有占三个 所以当你参审员是两个的话 其实是三比二 那参审人员是 参审员是四个的话 会倒过来变成四比三 这个就是你要取舍 到底是要让外部参与 还是让外部决定 这个是不一样的做法 那我个人认为 对于惩戒的案件 它涉及了两种专业 一个就是法官 他在职业上审判的一个专业 以及他在专业上的伦理 在这个他的职业伦理上的一个专业 这个并不是一般提他的 不是在这个行业的人 他的生活他所能去 很深刻去体认 所以因为有这两种双重的专业认定的需求 所以我们 虽然我们平衡的引入参审员 来以多元的观点 来避免官官相互 但是并没有办法取代 这个相同职业 这样子他们对自己的专业伦理 的要求跟认识 那我们再看一下 类似的就是律师惩戒委员会 律师惩戒委员会里面 他也是以律师为多数 虽然有法官检察官也参与组成 但是他是一个少数 这个我们在现行律师法的第41条 第78条都有这样子的条文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一个惩戒的组织 他要求的专业性 是可以有外部的成员 也希望有外部的成员 但外部的成员 可能不适合高过 受惩戒人相同职业的这样子的成员 所以我们 谢谢委员 下一位请周委员春敏 主席各位委员 改革不是比凶比狠 改革也不是比大声比激进 民进党没有把司法改革国师会议 弃如笔袭 也请在野党 不要把大家的努力都弃如笔袭 立法院不是一个人在做事 司法改革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个案可以让人看到问题的所在 个案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来检讨问题 但是制度的设计 除了要靠个案的提醒之外 更需要整体的思考 有关法官法的修正 在本届第一会期 当时就有很多委员就有提案 但是我们当时改革的重点 并不像这一次三院的会显板 提出来的这么多的深刻的一些改革 包括我们容许个案当事人申请评鉴 开放当事人申请评鉴 包括我们开放外部的委员来参与 包括我们所谓的双轨制 这都是这次三院会显板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步伐 关于法官的惩戒 不论是德国联邦的职务法庭 或者是日本的职业法庭 都是由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并没有纳入外部的成员 我国法官法在当时制定的当时 也是引进职务法庭的制度 掌理法官还有检案官这些惩戒案件 也是采相同设计的理念 去年因为有一个个案 让我们来检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个案 把职务法庭的设计 把一个职务自治的伦理 专业上的一个要求 把它忘记掉 这次我们的修法 我们引进了有两个的外部的参审员 让这个外部的意见可以来进来 让职业法官跟外部的意见 大家互相的影响 大家互相的沟通 大家互相的交流 这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职务法庭 还是有它要来针对法官 职务伦理上面 对它的职务行为 对它的职务伦理行为 还是需要有一定专业的认知 还是要一定的经验上的认知 才能够做判断 职务法庭应该尊重专家的参与 而不是辽背民主正当性形势的外部参与 这是我们在改革的时候 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制度的原理 看到这个制度的本身的意义价值所在 谢谢 谢谢 谢谢周委员 下一位请许委员玉人 主席各位大院委员 近年来社会各界相当关注法官的操守 如果有法官检察官出现违法乱纪的情形 政府必须拿出完整的淘汰监督机制 尤其是透过有效的法官惩戒案件程序 提升职务法庭的公信力 并将职务法庭的判决更具多元的观点 而法官评鉴员律师代表 由全国律师票选产生 应对全国律师负责 与其是否担任全国性及地方性律师公会特定职务并无关 但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所提出的法官修正案 却禁止律师公会相关人员担任法官评鉴人员 显然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比例原则 逐渐相关法官修正草案 使有诸多的疑义 此色法官独立审判是否得以维持 在野法潮是否可以发挥监督的功能 着实攸关重大 因此我有以下的声明 一、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本以事实及法律之间含设 为其审判核心不应该受任何干涉 不应作为评鉴事由 二、法官评鉴委员会组成 不应独厚特定团体 即让少数委员主导评鉴过程 否则是将残害评鉴决议公正性及客观性 并影响审判独立 三、法官评鉴委员律师代表 是由全国律师票选产生 应对全国律师负责 至与其是否担任全国性 各地方律师公会特定职务无关 不应禁止其担任 四、依照本次的修正案 国民党团支援支持司法院版 以专业的行事方式来进行参与 以上 谢谢徐议员 下一位请黄委员郭昌 院长、委员委员 关于这次法官法修正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职务法庭的外部参与 有非常多的委员说 职务法庭的外部参与 是因为去年发生了一个 法官官官相护的案件 让整个民间社会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才会在这次的法官法修正当中 来予处理 事实上 这样子看 就看得太短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2011年的时候 当初第一次制定法官法 所有参与民间版 NGO团体 学者专家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 就是什么 非常重要的诉求 就是必须要有外部参与 当时的司法院 他们说 有关于法官 最后的惩戒 涉及到法律伦理专业的判断 其他国家也很少有这样子的例子 都是由法官群体 自己来加以处理 我相信 今天这样的理由 油言在耳 我们又再听到了一次 没有错 改革的确不是比大声 但是改革也绝对不能着势经非 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在2010年民主进步党 所提出来的 法官法的修正草案 当初的职务法庭 它的组成是怎么样呢 它当初的职务法庭的组成 法律人内部自己三个人 外部所谓的参审官四个人 这个就是当初民间版 所提出来的诉求 也沉蒙当初的民主进步党 支持这样的理念 把它放进民主进步党里面的版本当中 当然我不知道 对民主进步党来讲 这样子的配置 这样子的法律草案 到底是拿来喊价用的 还是自己相信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运作 但是对于当初起草 这一步参与这整个过程 我知道 所有参与的学者专家 跟NGO团体 没有人是把它拿来 喊价用 最后 刚刚吴志阳委员有指教 说在法律专业群体当中 那通常都是本业的人 会比外部的参与多 事实上 在律师惩戒 副省委员会里面 总共有13个委员 真的律师出来有几个人 我跟吴志阳委员报告 5个人 5个人 执掌律师惩戒最高的 律师惩戒副省委员会 13个委员 律师只占了5个人 在法官职务法庭里面 只在力量党团 希望我们能够更增加 外部的参与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柯委员建民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我昨天曾经在这个地方讲过一句话 对于黄河昌委员的肯定 我绝对不会的映射 包括刚才那一条 对于贪污法官 把罪为他的本后 但是呢 我对于不对的地方 我绝不妥协 绝不让步 英文叫 Name of Ghibit Inch 我今天要讲的两个案例 一个黄世民 一个黄河昌 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权利的范围 应该有遵守法律 也有节制 黄河昌市民被犯有罪 是什么 他是维法 红保法 刑法 各支法 但是他说 他有超法规的主罪违法 没有这回事情 黄河昌市民被犯有罪是什么 他是犯道德的麦卡锡主义 假道德的麦卡锡主义 全部举断话 反正没有听到 全部你们都是 司法改革 沦为大拜拜 这是什么邏輯啊 一个司法改革 多少人投入 这是司法国附会议里面 包括你讲的 所谓 个案评鉴 个案评鉴 是在什么时候主义的呢 2017年5月10号 是第三组的 举论报告 你们写得很清楚没有错 能民以后能民可以直接申请 不许透过立志传题 不许透过 司改会 那这样的人民的解释是吧 那时候情境就是当事人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主张 包括刚才你讲的 那司改会版本当初就是我代题的 不是我写的 当然 一步一步来 所以那人民的解释 当然情境就是讲当事人以及被害者 好你今天要把他解释到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 可是你有没有报告人民 这个当初做这结论的那些委员 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查证很清楚 因为我非常follow 四海国事会议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四海国事会议的结论 立法案没有照单前说的 立法机关在这里 那不是参加立法机关 而且当时也不是这样的讲话 你把最后梗的 我们这一次最后梗的 开放个人评见 讲得一魂不知 如为司法改革的大拜拜 国双委员啦 对于 法律上的见解上面 你有你的独套之处 我非常肯定 你常常在学校的时候会被法律条文 但我认为那是卖诺 我来讲真理 正义的时候是什么 正义的时候是 好意逻辑应该是怎样 道理应该怎么样 你也不是用你的 极端的 假道的麦克恩 拜卡旗主义 把所有事要改为摧毁 这是你犯的错误 谢谢科委员 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纪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现在总有表决了 不要啦 今天整天都没了 要休息了 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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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殿下 shit dry pod 等 什么 事情 apocalypse 没急 我们 到 郭文貴議員 表決結果出席78人、贊成4人、反對73人、拒犬1人 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在修正統一條文不通過 現在進行重複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祭秉表決 表決,時間了 出席不要緊,讓我們跟夫婦頂來調戲 再次回歸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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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78人 赞成4人 反对73人 去全1人 重复表决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 在修正东义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78人 赞成73人 反对4人 去全1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第48条 照民进党党团 在修正东义条文通过 方言会休息5分钟 休息后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进行增订第48条之一 请宣读条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提案 第48条之一 前条丁项淡书之参审员 之权与法官统 应依据法律独立行使之权 不受任何干涉 参审员应依法公平 诚实执行职务 不得为有害 司法公正心愈之行为 并不得泄露 平易秘密及其他职务上 执行之秘密 参审员有第42条 第一项 第43条 第一项各款执行之一 或有具体施政主任其执行职务 有难其公正质疑者 司法院院长得进 法官临选委员会 同意后解任之 参审员应按道庭日数 只给日费旅费 及相关必要费用 前项费用之只给办法 及参审员伦理规范 由司法院定之 民进党党内修正同意 第48条之一 解调第一项单数 这参审员 职权与法官统 应依据法律独立行使 职权不受任何干涉 参审员应依法公平 诚实执行职务 不得为有害司法公正 适应于之行为 并不得泄露评议秘密 及其他职务上知悉之秘密 参审员有第42条 第一项第43条 第一项落款进行之一 或有具体施政 组任其执行职务 有难其公正质疑者 司法院院长得进 法官临选委员会 同意后解任之 参审员应按道庭日数 支给日费旅费 及相关密要费用 第三项费用支支给 本法及参审员 伦理规范有司法院定制 民进党打团 再修正东西第48条 之一 协调第一项淡数 之参审员 职权与法官同 应依据法律独立行使 职权不受伤和干涉 参审员应依法公平 诚实执行职务 不得为有害司法公正 行为之行为 并不得泄露评议秘密 及其他职务上 职务之秘密 参审员有第42条定项 第43条定项 各款执行之一 或有具体实证 阻让其执行职务 有难其公正正义者 司法院认长 德金房和林选 委员会同意后 且认知 参审员应按道庭日数 支给日费旅费 及相关必要费用 且向费用支支给 本法及参审员 之伦理规范 由司法院定制 新宣的外币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花园 针对48条之一 照民进党党团 在修正动议条件通过 请问会有意 有意 我们现在进行处理 民进党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 一分钟 明镜党团要求 議員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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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德福 對剛才所有之表決與公民黨黨團意見離之列路公報記錄 會委員宏泰聲明對剛才所有之表決與公民黨黨團意見離之列路公報記錄 各有什麼 郭文貴議員 表決結果 出席78人、贊成65人、反對13人、去犬0人 贊成者多數做以下宣告 增訂第48條之一 照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48條之二 請宣讀條文 審查會通過第48條之二 職務法庭第二選案件正式立即裁判 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為選判長 與最高法院法官二人、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一人 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一人為 佩席法官組成何一廷行之 前向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佩席法官 由司法院法官領選委員會領定 提請司法院長任命任期三年的臨任 其人數並得是業務需要增加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48條之二 職務法庭第二選案件正式立即裁判 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為審判長 與最高法院法官二人、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一人 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一人為佩席法官 主持何一廷行之 且向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佩席法官 由司法院法官領選委員會領定 提請司法院長任命任期三年的連任 其人數並得是業務需要增加之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48條之二 職務法庭第二選案件之審理及裁判 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為審判長 與最高法院法官二人、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一人 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一人為佩席法官 組成何一廷行之 且向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佩席法官 由司法院法官領選委員會領定 提請司法院議長任命任期為三年的連任 其人數並得是業務需要增加之 宣讀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花園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賴委員釋保聲明對剛才所有的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內入公報紀錄 有民進黨議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十五人 反對十四人 拒犬零人 贊成者多數座以下宣告 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二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三 請宣讀條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提案第四十八條之三 法官經任命為職務法定成員者有兼任義務 法官領選委員會議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第五項 第四十八條之二 第二項規定 零定職務法庭成員時 因同時零定地補人選 於成員初缺時地補制 任期至初缺者任滿時為止 職務法庭之事物分配及代理次序 由全體職務法庭成員決定 職務法庭成員至零選及地補規則 由司法原定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四十八條之三 法官經任命為職務法庭成員者有兼任之義務 法官領選委員會議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第五項 第四十八條之二 第二項規定 零選職務法庭成員時 因同時零定地補人選 於成員初缺時地補之 任期至初缺者任滿時為止 職務法庭之事物分配及代理次序 由全體職務法庭成員決定 職務法庭成員至零選及地補規則 由行政院定之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四十八條之三 法官經證命為職務法庭成員者有經證義務 法官領選委員會議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第五項第四十八條 除了第二項規定 零定職務法庭成員時 因同時零定地補人選 由於成員初缺時地補之 任期至初缺者任滿時為止 職務法庭成員會議第四十八條之 以代理次序由全體職務法庭成員決定之 職務法庭成員證領選及地補規則 由司法院定之 宣度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花園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科委員呈訪聲明 對剛才所有之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林委員長左聲明 對剛才所有之表決與時代力量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呂委員孫林聲明 對剛才所有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出雲是揩guru 平和各位名為 已經十分難度 所以 二定阪 八 reactions 在近日 第一天 樹木 表決結果 出席80人 贊成65人 反對15人 去權0人 贊成者多數做以下宣告增進第48條之三 趙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49條 請宣讀條文 審查會通過第49條 法官有第30條 第2項根本所列情勢之一 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第30條 第2項法官應付個案評鑑規定 其第50條懲戒規定 對轉任司法行政人員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法官 與轉任退休或離職前之行為已施用之 適用法律之間解不得去為法官懲戒之事由 法官應受懲戒之同一行為不受二次懲戒 同一行為已經職務法庭為懲戒 不受懲戒或免疫之判決確定者 其原懲戒施其效力 法官應受懲戒之同一行為已受刑罰或行政法之處罰者 仍得予以懲戒 且同一行為不受刑罰或行政法之處罰者一同 但情節僅為如與懲戒顯示公平者無需再與懲戒 懲戒案件有下列行刑之一 有下列行刑之一者因為免疫之判決 以同一行為已受懲戒判決定 二受制度公權之宣告確定 任以無受懲戒之必要 三已於第52條規定之懲戒全行使期間 四有前項單數之情刑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49條 法官有第30條第二項各款所列行刑之一 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第30條第二項法官應付個案評刑規定 其第50條懲戒規定 對轉任司法行政人員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法官 與轉任退休或離職前之行為亦實用之 適用法律之間解不得具違法官懲戒之事由 法官應受懲戒之同意行為不受二次懲戒 同意行為已經職務法定為懲戒 不受懲戒或免一支判決確定者 其原懲處施行修例 法官應受懲戒之同意行為已受刑犯或行政法之處罰者 仍得予以懲戒 其同意行為不受刑犯或行政法之處罰者一同 但情結輕微如語懲戒顯示公明者 無須再於懲戒 懲戒案件有下列情形 至一者因為免疫之判決 一同意行為已受懲戒判決確定 二持多公權之宣告確定 確已無受懲戒之必要 三已定52條規定之懲戒 全行使期間 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列案黨團分別提案 在修盛動議第49條 法官有30條第二項更換所列情 至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第30條第二項法官應付個案憑戒之規定 其第50條懲戒之規定 對轉任司法行政人員 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法官 與轉任退休或離職前職行為 一致有之 適用法律之見解 不得去為法官懲戒之事由 法官應受懲戒之同意行為 不受此懲戒 同意行為已經公法庭為懲戒 不受懲戒或免疫之判決確定者 其原懲處是其項例 法官應受懲戒之同意行為 已受刑犯或行政法制處罰者 仍得予以懲戒其同意行為 不受刑犯或行政法制處罰者一同 但其結輕微如與懲戒 顯示公平者 無須在於懲戒 懲戒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因為免疫之判決 以同意行為已受懲戒判決定 二受此讀公權之宣告確定 仍以無受懲戒之必要 三以於第五十二條規定之 呈現全行使期間 四有前項但數之情形 宣傳完畢 本條為有委員登記發言 發言會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所提在 修正動議第四十九條條文相同 所以一併處理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 及時代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大吉他 至於三十五條文雲 大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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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 大吉他 大吉那 大吉他 是 紅 大吉他 青岡均指邦寧 發見結果 出席80人 贊成66人 反對14人 去權0人 贊成者多數做以下宣告 第49條 照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那麼剛才時代力量黨團的修正動議條文 我們就納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第50條 請宣讀條文 選查會通過第50條 法官之神界除非如相 以免除法官職務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二 除徹期限職位並於一定期間停職任用 其基金為一年以上五年下 三 免除法官職務 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 四 剝奪退休金及退養金或剝奪退養金 五 減少退休金及退養金10%至16% 罰款其數額為限職月奉集總額 或任職時最後月奉集總額一個月以上一年下 其申界應受懲戒之具體形式族任 以不是任法官者應與前項第三款以上之處分 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懲戒的處分者 不得充任律師 請以充任律師者停止其執行職務 其中受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懲戒的處分者 並不得回任法官職務 受第一項第二款之懲戒的處分者 於停止任用其兼戒門 再任公務員自再任之日期 以二年內不得進序 宣任或簽訂主管職務 職務法庭為第一項第三款之懲戒的處分 關於轉任職務應徵循司法院 之意見後定職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懲戒的處分 以退休或其他原因立職之法官違憲 以己父之疾欲 均因與追回 並得已受懲戒法官身為領取之退休金 或退養金為抵消扣押或強制之刑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退休金 只受懲戒法官臨職前 所有任職年資所寄給之退休 或其他臨職給予 但功效人員綁險養老給付 受懲戒法官自行缴付之退付 基金費用本席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六款得與第四款第五款以外 之其餘各款並為處分 第一項第七款之懲戒處分 以書面為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五十條 法官致承接處分容項 一 免除法官職務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二 撤職 撤其限職並於一定期間停職任用 其期間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三 免除法官職務 全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 四 副朵退休金及退養金 或副朵退養金 五 減少退休金及退養金 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六罰款 其助額為限職月奉期總額 或任職時最後月奉期總額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其申戒應依受懲戒之具體情緒 足任已不试任法官者 應與前項第三款以上之處分 受第一項第二款之懲戒處分者 不得充任律師 其以充任律師者 停止其執行職務 其中受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之懲戒處分者 並不得回任法官職務 受第一項第二款之懲戒處分者 於停止任用旗艦居門 在任公務員 自在任之日期二年內不得進序 升任或卸掉主管職務 職務法定為第一項第三款之懲戒處分 關於轉任之職務 應徵詢司法原職意見後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懲戒處分 以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法官違憲 以給付之給予均因與追回 並得以受乘戒法官 身為領取之退休金或退養金 為頂相控要或強制執行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退休金 準受乘戒法官離職前所有任職年資 所寄給職退休或其他離職給予 但公校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受乘戒法官自行僑付之退付 其金費用本息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六款得以第四款第五款 以外之其餘各款並為處分 第一項第七款之乘戒處分 以書免為之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東一第五十條 法官之成績處分如下 一 免除法官職務並不得再任 又為公務員 二 撤職除撤席限職位 並於一定期間停職任由 其基金為一年以上五年下 三 免除法官職務 轉任法官以外追其他職務 四 剝奪退休金及退養金 或剝奪退養金 五 減少退休金及退養金 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 六 罰款 其數額為限職月奉及總額獲認職時 最後月奉及總額一個月以上一年下 七 申戒 因一受懲戒之地的情室 族任已不適任法官者 因與前項第一款之第三款之處分 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懲戒處分者 不得充任律師 且以充任律師者 停止其執行職務 其中受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懲戒處分者 並不得回任法官職務 受第一項第二款之懲戒處分者 於停止任用期間屑門 在任公務員自在任之日期 二年內不得禁序 升任或簽掉主管職務 職務法定為第一項第三款之懲戒處分 關於轉任律職務 應徵詢司法院職業後定制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懲戒處分 以退休或其他預營離職之法官違憲 以己付之給予均因與罪回 並得以受承介法官身為領取之退休金 或退養金為底相扣押或強制執行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之退休金 执受承介法官離職前所有認知年資 所寄給之退休或其他離職給予 但公教人員保險遙勞給付 受承介法官自行講故事退付 期盡費用本息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六款得於第四款第五款 以外職勤於困款並為處分 第一項第七款之懲戒處分 以書面為之 宣論為筆 現在我們請許委員遇人發言 並截止登記 院長各大院委員 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本次所提出來的法官法第五十條 就法官懲戒處分 增定包括免除職務 並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剝奪退休金及退養金 條文 令民定以退休或離職的法官 以給付的給予 金與與追回 並得以受懲戒法官 尚未領取的退休金或退養金為抵消 扣押或強制執行 本席認為 法官應為私職再回任 恐引起當事人對法官不信任 加強懲戒處分的方向可以贊同 但可能還是要把問題的核心拉回法官操守的問題 比如說有些個案中操守沒有問題 也不是不認真 只是適當審判有疑慮 此時更合理的做法 或許是再給予教育上課進修 而不是一概的採取最極端的一個做法 本席也認為 法官修正案應該參考國際範例 比如開放人民直接請求評鑑 並且延長時效 評鑑委員非法律人過半 或編專職人力 增加評鑑委員會全面見識權等等 審判獨立之目的在於建立公平之司法 進而使人民權益獲得確實保障 若司法院及法務部無法有效處理 少數不適任的司法官 不僅將會使多數認真負責之司法官因此而蒙羞 導致人民誤解 並且加深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 本席深切期盼透過這次的法官修法 委員會原告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1人赞成66人 反对15人去全0人 赞成者多数座以下宣告第50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发言会 民进党党团表示第51条以下 该党团首提之修正动议免于宣读 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进行增订第50条之一 请宣读条文 选查会通过第50条之一 法官退休或其他原因离职后 时受前条第一项第一款之 第三款之处分确定者 因应项列为定剥夺或减少退休金退养金 其以追领者 照应剥夺或减少之全部或一步追较之 一受前条第一项第一款处分者 因自始剥夺其退休金及退养金 二受前条第一项第二款处分者 因自始减少其退休金及退养金 百分之六十三受前条第一项第三款处分者 因自始剥夺其退养金 前项所指之退休金 适用前条第七项之规定 第一项人员应同意案件 与其他法律有较重制剥夺或减少退休金 处分者从重处罚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50条之一 法官退休或其他原因离职后 时受前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处分确定者 因一项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休金退养金 其以制令者 就因剥夺或减少之全部或一步之角之 一受前条第一项第一款处分者 因自始剥夺其退休金及退养金 二受前条第一项第二款处分者 因自始减少其退休金及退养金百分之六十 三受前条第一项第三款处分者 因自始剥夺其退养金 前项所指之退休金 适用前条第七项之规定 第一项人员应同一案件 与其他法律有较重制剥夺 或减少退休金处分者重重处罚 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第50条之一 法官退休或其他原因离职后 时受前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第三款之处分确定者 因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其退休金退养金 其以制令者 照应剥夺或减少之全部或一步之角之 依受前条第一项第一款处分者 应自始剥夺其退休金及退养金 二受解调第一项第二款处分者 应自始减少其退休金及退养金 60% 三受解调第一项第三款处分者 应自始剥夺其退养金 前项所指之退休金 适用前条第七项之规定 第一项人员应同一案件 与其他法律有效仲之剥夺或减少退休金 处分者 从重处放 宣读完毕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民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1人 赞成66人 反对15人 去犬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增订第50条之一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51条 请宣读条文 民进党及时代量党团分别提案 在修正动议第51条 法官之承戒出第4条之前行为 应由监察院弹劾后 移送局务法定审理 司法院任法官有应受承戒之情事实 除以法官凭建制规定 除以法官凭建制规定的领位 得进行移送监察院审查 司法院以前向规定进行移送监察院审查件 应予备赴承戒法官陈述意见之机会 并经司法院仍是审议委员会决议之 时代量党团修正动议第51条 法官之承戒应由监察院弹劾后 移送局务法定审理 法官凭建委员会决议后 报由司法院移送局务法定择议的为之 司法院任法官有应受承戒之情事实 除以法官凭建制规定办理外 得进行移送监察院审查 司法院以前向规定进行移送监察院审查件 应予备赴承戒法官陈述意见之机会 并经司法院仍是审议委员会决议 宣议外避 请许委员御人发言并截止登记 主席大院委员 审判独立之目的在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 进而使人民权益获得确实保障 若司法院及法务部无法有效处理少数不适任之司法官 不仅会让多数认真负责之司法官蒙羞 导致人民误解并且加深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 法官法目前规定 法官评见委员会应报由司法院移送监察院审查 有被外界批评旷日费时制度跌床嫁屋之嫌 因此对于提出双轨制的版本 由法官评见委员会决议后 可报由司法院移送职务法庭者 本席并不反对 然而重点就应回到法官评见委员会的构成 就如同我先前的发言 法官评见委员会组成绝不应该独厚特定团体 或是让少数委员主导评见过程 否则四乡残害评见决议之公正性及客观性 并且影响审判独立 进而让双轨制的美意落空 此外本席也要强调 法律是反映社会变化的一面民进 而在现今瞬息万变的时代 法律尤其不能仅由法律专业者闭门造居 特别是法官评见委员会 透过非法律人的参与 才能够强化评见机制 在法官检察官淘汰的机制中 无论是发动惩戒的评见委员会 或是做出最后决定的职务法庭 对相同事件的解读 与深陷司法漩涡中的人民感受 往往大相径庭 在同样的养成过程与文化脉络的底细下 往往难以体会对司法不了解的人民 在司法体系中所受到的 缘区必须强调的是 多数的法律人认为习以为常的小为师 往往会影响人民的一生 是以与会者主张 不论是评见委员会或职务法庭 都应该要有非法律人的参与 作为发起机关的评见委员 更应该有过半非法律人的参与 以跳脱法律本位主义 本席深切期盼 透过这一次的法官法修法 能让人民重新找回对司法的信任 让台湾成为亚洲司法的表率 谢谢徐学员 登记发言的委员 听与发言完毕 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51条 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 首提之再修正动议 51条条文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 在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 其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民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曾委员移民声明 对刚才所有之表决 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曾奈委员素梅声明 对刚才所有之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韵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司 響鐘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出席83人 贊成67人 反對16人 去犬0人 戰爭者多數座以下宣告第51條 造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在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52條 請宣讀條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提案第52條 法官應受懲戒行為 自行為終了遵任期 至案件系數職務法令 遵任職疑於10年者 不得為免除法官職務 傳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之懲戒 遵於5年者不得為 減少退休金及退養金 法案捧獲申戒之懲戒 但第30條第二項第一款進行 自一本法得付個案 評鑑之日起算 且向行為終了之日 至法官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日 但應受懲戒行為系不作為者 自法官所屬機關知心之日起算 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第52條 法官應受懲戒行為 自行為終了之日起 至案件系數職務法令之日 至1月5年者 不得為減少退休金及退養金 罰款或申戒之懲戒 但第30條第二項第一款進行自一本法得付個案評鑑之日起算 且向行為終了之日 細節法官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日 但應受懲戒行為系不作為者 自法官所屬機關知心之日起算 宣諾文閉 本條未有緣登記花園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oral民進黨委呈架 變成了阿南 在Wein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2人 赞成67人 反对15人 续犬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第52条 照民进党党团 再修正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55条 请宣读条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提案第55条 法官经监察院移送惩戒 或经司法院送请监察院审查者 在判决确定生效或审查结束前 不得申请自行或退休 但移送惩戒后 经职务法庭同意者不在此线 经移送惩戒之法官 于判决确定生效时 已于70岁且未受彻职以上之处分 并于判决确定生效后 六个月内申请退休者 计算其认识年资至满70岁之前一日 传用第78条第一项第一款之 第三款规定给予退养金 职务法庭于受理第一项之移送后 应将移送书善本送交被移送 法官所属法院及权势机关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录密第55条 法院经司法院或监察院移送惩戒 或经司法院送请监察院审查者 在判决确定生效或审查结束前 不得申请退休或资件 但移送承接后 经职务法庭同意者不在此限 经移送承接至法官 于判决确定生效时已于70岁 其未受彻职以上之处分 并于判决确定生效后 六个月内申请退休者 计算其认识年资至满70岁之前一日 转用第78条第一项第一款 之第三款规定给予退养金 职务法庭于受理第一项之移送后 应将移送书善本送交配 移送法官所属法院及权势机关 宣论完毕 本条未有缘登记花园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有民进党团队不断 入党团的电党团队不断 不断 波动摩托养 空中 再次提醒党团队不断 必须疾养 这次提醒党团队不断 遇养 可以 有民进党团队不断 有民进党团队不断 不断 没进党团队不断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1人赞成65人 反对16人去犬林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第55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56条 请宣读条文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56条 监察院司法院各法院或分院法官 得为第47条各法案案件之当事人 职务法庭宣理法官评件委员会 报由司法院移送至案件 应通知法官评件委员会派员到庭 传输意见 宣诺外宾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花园 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在主要上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2人 赞成65人 反对17人 拒犬凌人战争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第56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58条 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通过第58条 职务法庭第一审案件去审理 出法律令有规定外 因此言辞辩论 职务法庭第一审判长于必要时 得命法官一人为说明法官 先行准备程序 采明起诉真实有 说明法官经审判长 指定调查证据以项链进行违线 一有在证据所在地调查者必要者 二一法应在法院以外聚场所调查者 三与言辞辩论其事调查 有致证据毁损 并是或爱难使用之余 或显有其他困难者 四调取或命提出证误 五就必要这事项 请求该管机关报告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58条 职务法庭第一审案件去审理 提出法律令有规定者为应行言辞辩论 职务法庭第一审审判长于必要时 得命于法官一人为 寿命法官先行准备程序 承明起诉之事由 寿命法官经审判长决定调查证据以下列情形违线 一有在证据所在地调查之必要者 二一法应在法院以外聚场所调查者 三与言辞辩论其事调查 有致证据毁损 面试或爱难使用之余 或显有其他困难者 四调取或命提出证务 五就必要这事项 请求该管机关报告 宣论完毕 本条未有文登记花园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好 这些东西 当然 都脆贵 不 这些东西 这个是三个四个 中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出席82人 贊成66人 反对16人 弃犬0人 贊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58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东西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59条 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通过第59条 职务法庭审理法官存在案件认为情节重当 有先行停止职务之必要者的医生请获医职权裁定 先行停止被附存在法官之职务 并通知所属法院院长 职务法庭为前项裁定前应与背负 惩戒法官陈述意见之机会 职务法庭第一选判决为第50条 第一项第一款之第三款之惩戒 处分者处受惩戒法官已遭停止者问 应一指权裁定停止受惩戒法官之职务 并通知所属法院院长 前项裁定不得通告 第一项及第三项裁定 于宋达受惩戒法官所属法院院长之一日起发生效力 第一项之诉如今驳回 或第三项之判决如今废弃 被停止法官得向司法院祈求复职 其停止职务期间及复职后之几封 准用公务人员奉及法制规定 民进党党团在修盛东一第59条 职务法庭宣令 法官存棄案件认为情节重大 有先行停止职务之必要者 等依职员或依申请裁定 先行停止被附存在法官之职务 并通知所属法院院长 职务法庭为前项裁定前 应与背负惩戒法官 陈述意见之机会 职务法庭为第一选判决 职务法庭第一选判决为第50条 第一项第一款之第三款之惩戒处分者 除受惩戒法官已遭停止诊位 应依职权裁定停止 受惩戒法官之职务 并通知所属法院院长 前项裁定不得康告 第一项及第三项裁定于宋达 受惩戒法官所属法院院长之一日起发生效力 第一项之诉如今不回 或第三项是判决如今废弃 被停止 法官等向司法院请求复职 其停止职务期间及复职后 至几奉 全用公务人员奉及法制规定 宣度完毕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花园 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也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再次时间一分钟 早就时间一分钟 再次时间一分钟 早就时间一分钟 可能一分钟 我们日后再次时间一分钟 penting 再次时间一分钟 注意 变 表決結果 出席82人 贊成66人 反對16人 拒權0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第59條 造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增定第59條之一 請宣讀條文 審查會通過第59條之一 當事人對於職務法庭第一審 至終局判決不符者 得自判決送達後20日至不變期間內 上訴於職務法庭第二審 但判決宣誓或公告後 送達前次上訴亦有效力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59條之一 當事人對於職務法庭第一審 至終局判決不符者 得自判決送達後20日至不變期間內 上訴於職務法庭第二審 但判決宣誓或公告後 送達前次上訴亦有效力 宣討完畢 現在請吳委員致揚花園並截止登記 好 現在請習委員育人 好 現在所有登記花園的委員 均以花園完畢 我們處理第59條之一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烏気打球 OK 讓開師 Electcross 哎呀 然後 報導 鬥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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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2人 赞成66人 反对16人 去全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增订第59条之一 照民进党党团在修正东义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增订第59条之二 请宣布条文 审查会通过第59条之二 对于职务法庭第一审判决之上诉 分引其违背理由为理由 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 民进党党团在修正东义第59条之二 对于职务法庭第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分引其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 宣布完毕 本条未有为人登记花园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在修正东义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制作人资料文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2人 赞成66人 反对16人 去犬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增定第59条之二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增定第59条之三 请宣读条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提案第59条之三 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者 违背法令 有下令被缓及刑律者 其判决当然违背法令 一判决职务法庭之组织不合法 二依法律或裁判应迴避之法官 或参审员参与审判 三职务法庭对于权限者有无辨别不当 四当事人于诉讼未经合法辩护带领或代表 五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 足以影响判决之结果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东西第59条之三 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者违背法令 有下令各款及刑律者 其判决当然违背法令 一判决职务法庭之组织不合法 二依法律或裁判应迴避之法官 或参审员参与审判 三职务法庭对于权限之有无辨别不当 四当事人于诉讼未经合法代理代表或辩护 五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 足以影响判决之结果 宣流完毕 征定第59条之三 未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东义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范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1人 赞成65人 反对16人 续犬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增订第59条之三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增订第59条之四 请宣布条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 提案第59条之四 提起上诉 应以上诉状表明下列更换事项 提出于原职务法庭为之 一当审 二第二审判决 即对于该判决上诉之陈述 三对于第一审判决不服之程度 即应如何废弃或变更据声明 四上诉理由 前项上诉理由 应表明下列更换事项 一原判决所违背之法令 及其具体内容 二一诉讼资料 合于该违背法令之具体事实 第一项上诉状内并应添据 关于上诉理由之必要证据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59条之四 提起上诉 应以上诉状表明下列更换事项 提出于原职务法庭为之 一当审 二第二审判决 即对于该判决上诉之陈述 三对于第一审判决不服之程度 即因如何废计或编根据声明 四上诉理由 前项上诉理由 应表明下列更换事项 一原判决所违背之法令 及其具体内容 二一诉讼资料 合于该违背法令之具体事实 第一项上诉状内应添据 关于上诉理由之必要证据 宣度完毕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花员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 在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既定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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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出席82人 贊成66人 反對16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多數座以下宣告 增定第59條之四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同意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增定第59條之五 請宣讀條文 選擇會通過第59條之五 職務法庭第二省之判決因經言辭辯論為之 但職務法庭認為不必要是不在此線 且向言辭辯實施判法由公務員陳建委員會定之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同意第59條之五 職務法庭第二省案件應於六個月內選結 職務法庭第二省之判決因經言辭辯論為之 但職務法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線 且向言辭辯實施判法由公務員陳建委員會定之 去讀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花園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確立正在一日下室 確定講順口 確託 確定 對 表決結果 出席82人 贊成66人 反對16人 拒犬0人 贊成者多數座以下宣告 增訂第59條之5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增訂第59條之6 請宣讀條文 審查會通過第59條之6 對於職務訪定第一選案件之裁定等為廣告 但別有不許抗告之規定者不再此現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59條之6 對於職務訪定第一選案件之裁定得提起抗告 但別有不許抗告之規定者不再此現 宣讀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發言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黃委員國昌聲明對剛才之表決 與時代力量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記錄 蒲我會議長 在那邊 在柔和理論上上團體 根本文明已經有藏在 阿聯儒也就有了 訪問 說明 在柔和理論上 便其實做的事情 含著 做的事情 川島 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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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席82人 贊成66人 反對16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增定第59條之6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東一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上午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下午20 請各黨團幹部到三樓會議室 進行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的協商 兩點半繼續審議法官法 兩點半院會繼續審議法官法 現在休息 好 發言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增定第60條之一 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 在修正東一第60條之一 不予增定 宣讀完畢 現在我們請黃委員國昌花園 並截止登記 院長 委員委員 現在在處理的是法官法 接下來要配合修正的是工程會的條例 對於這兩部法律 在今天完成刪讀 雖然內容我個人有一些沒有辦法認同 沒有辦法滿意的地方 但是我還是全力支持 我本來對於接下來的條文 我都沒有登記發言 為什麼在第60條之一 這個看起來毫不起眼的條文 完全不重要的條文 本來有委員提案要增設的條文 後來發現沒有必要 要把它刪除 我選擇上來發言 是因為 剛剛我們進行了黨團協商 到黨團協商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到 我們的行政部門 赫然發現 2015年蔡英文總統 對居住正義給大家做的承諾 去年蘇貞超院長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給大家簽署的 全力完成實價登錄2.0這件事情 原來現在已經髮夾彎 在建商在財團的壓力下 準備要通過一個實價登錄0.500 免除地震室的責任 但是大家更關心的 門牌的揭露 實價的登錄 預售屋的登錄 這些條文通通都沒有了 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內政部部長徐國勇 推給趙偉 他不排案 我也沒辦法 我立場沒有變 結果剛剛去協商的時候 我們賀蘭發現 立場早就變了 難怪執政黨的趙偉 不排行政院自己的院辦 背棄對於年輕人 不排行政院的承諾 我無法接受 我知道 等一下如果 處理完這兩個法案 執政黨團人多 舉手會贏 打架也會贏 我都承認 但是 我就是要盡我的力量 我就是要盡我的力量 把這件事情談清楚 我接下來每一條 我都登記發言 每一條 談話的時間三分鐘 我剛剛很卑微的跟院長要求 我希望要處理 最起碼 讓整個社會有機會反應 過了週末下禮拜一再處理 我不曉得院長願不願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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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委員 我想這樣子 我們今天的法官法 跟公務人員懲戒條例 我們大概會省到七八點 所以我們平均遞權條例 我們就下禮拜一處理 但是我們 下禮拜一處理 我就是下禮拜一處理 現在就跟院議會宣告了 我們因為今天禮拜五 大家也趕著要坐高鐵 所以我們也不宜 再處理 再省得太晚 所以平均遞權條例 我們下禮拜一再處理 好不好 下禮拜一下午 上午我們來學商 所得稅法 那下午再一併處理 好 那所有登記發言的 均雨發言完畢 現在 我們針對 民進黨所提的修正動議 請問院會有意 好 無意我們做如下宣告 第六十條之一 造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通過不以增定 現在進行第六十一條 請宣讀條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提案第六十一條 有下列各款行刑之一者 當事人得提起再審之訴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符 但當事人已依上訴 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 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線 依適用法規行有錯誤 而判決職務法庭之組織不衡法 三依法律或裁替應迴避之法官 參審員參與審判 四參與裁判之法官或參審員 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 犯刑事項之罪已經證明 或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 足以影響原判決 五原判決所憑之證言 鑑定通意或證物 以證明係虛偽或未遭變造 六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 漏偽真卒 七發現確實之新證據 族任應變更原判決 八同意行為其後 今不起訴處分確定 或為判決基礎之明示或刑事判決 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 依其後知 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九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明令 經司法院打法官議 當事人就申請解釋為底處憲法 前向第四款及第五款其刑之證明 已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 非因證據不足者違憲 得提起再審之訴 受判決仍已死亡者其配偶之系寫清 三親等內置旁系寫清 二親等內置姻親或家屬家長家屬 得為受判決仍之利益 提起再審之訴 再審之訴 與原判決執行完畢後 已得提起之 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第六十一條 有下列各款其刑之一者 當事人得提起再審之訴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符 但當事人也依上訴 主張其事由或知情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再自信 一是有法規 嫌有錯誤 二判決警務法庭之組織不合法 三一法律或裁定英會 並去法官參審員參與審判 四參與裁判之法官或參審員 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 判行事項偵罪已經證明 或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 足以影響原判決 五 原判決所憑徹證言 鑑定通意或證物 以證明是虛偽或偽造編造 六 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 漏味爭主 其發現確實之新證據 主任應變更原判決 幫同一行為其後即不起訴處分確定 或為判決基礎證明示或刑事判決 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 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九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經司法院到法官以當事人之申請 解釋為抵觸憲法 前向第四款及第五款即行之證明 已判決確定或即行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 非因證據不組成違建 得提起再選之訴 判決確定後受判決人以死亡者 其配偶直系血清 三清等內支龐系血清 二清等內支殷勤或將長僵屬 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提起再選之訴 再選之訴於原判決執行完畢後 亦得提起之 宣諾安逼 現在於登記順序發言 首先我們請吳委員致揚 吳委員致揚 吳委員致揚不在 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都沒有人發言 我們現在就進行處理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我們現在按您7分鐘 並請分發表決卡 我們在將會開設的 我任務的部份 說明要求記名表決定 他在一邊組成的 並且純屬的 並且純屬的 所謂的 並且純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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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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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 之表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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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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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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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定 已经确定 共和国民党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写 中文字幕志愿 通知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民进行 在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表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写 表写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写 结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出帖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第二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写 民进行 文字幕志愿者 表写 结果 不堅 主管 本条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第十人 第十人 未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写 出帖 第十人 第十人 文字幕志愿者 第十人 第十人 第十五条 裁判 第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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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第十人 第十人 有关 第十人 第十人 中 第十人 主管 第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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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第十人 中 第十人 中 第十人 中 中 第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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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中 第十人 第二 定定 其他 中 中 本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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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